我要赶紧回家住民宿去 终于到我们喽 来 来 白老婆 来 怎么开心啊 妈妈看看你们怎么开心 妈 到底是生着手还是 凯文 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跟她见面啊 我还没准备好 再说吧 不就是见个面吗 还准备什么呀 我不告而别 汪秦一定不会原谅我 我现在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我没想好 第一句话应该说些什么 你就跟她说 你一直在爱着她 我哪有这个胆子 除非你接给我一个 我已经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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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 太突然了 你的离开和你的出现 总是那么的离奇 再见 再见 周凯文 真的是周凯文吗 是我 我是总人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回来了 我为了你回来了 优伟 你现在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了 我可以告辞了吗 王晴 听我解释好吗 对啊 你应该欠我一个解释的 当年你说走就走 瞬间的消失 今天你又突然从天而降 你要做什么 你在捉弄我吗 哥们 你就把那个憋在心里的话 就说出来吧 你赶紧说呀 秋秋 别再说了 你跟他叫什么 舅舅 你们 你们是亲戚 您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你听我说 这些年 凯文虽然人在美国 但是他一直都关注着你 时时关心你 默默地为你祈祷 自从你离开了杂志社以后 他就让我打听你的下落 后来你们开了甜甜小馆 生意不太好 我问你需不需要我帮忙 这些可都是凯文的意思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既然你当年选择离开我 我今天就不需要你的同情 不 这不是同情 我只是想为过去所做的事情 做一些些弥补 迷补 你要弥补我什么 这就是你给我的弥补吗 你分明是在扰乱我的生活 但是周凯文 一次足够了 凯文 你为什么说 你当初你是为了 舅舅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对不起你 琴 过去的事情 我对不起你 这是你给我的解释吗 对 这应该就是你给我的解释了 这么多年 我在心里想的千百回的 也只有这一句 不是 我一定会找个适当的时机 跟你说所有的一切 但是绝对不会是现在 王晴 你就不要再逼凯文了 我相信以后 你一定会知道 真正的原因的 不必了 对于我来讲 你先无所谓了 请留步 王晴啊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香草餐厅 是她卖掉了美国的房子 是她投资做起来的 你跟我说 那餐厅是你投资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的钱 都投到有机能场去了 可是凯文她一直惦记着你 她无怨无悔地把钱 都投在在你的身上 就是将来 你赔光了所有的一切 她都不会怪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难道你忘了吗 这是我们俩 澄清共同的梦想 你在帮我圆梦 不是吗 爱的难舍又难合 很相爱的光影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为何一个转身 就能变成我 藏在我回忆里 的那个人 任命现在过来 我只是员工 我会跟大家说清楚 请放心 王晴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阿姨已经不在了 我必须这样 他这个人可真够倔的 是我 是我伤了他才是什么 我等下的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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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Kolleg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亿菲 白亿菲 你那上个月的水电费还没交呢 李师傅 那个我最近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银行取钱 明天交好不好 那你抓紧啊 要不然就给你断电断水了 抓紧啊 明天交 好 这些酒肉朋友 没钱没工作的时候 连鬼影都没有 真是现实的够可以 好 好 欢迎周总光临视察 别这样嘛 感觉很生分的样子 你还好吗 嗯 这边请吧 这边请吧 王潜啊 看到你跟凯文重新和好 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没有需要原谅他 这次先生 真的很高兴 这次能够跟您合作 那凯文是我的好朋友 他只要开口 绝对没有问题 那我回去就把合同给你发过去 好的 谢谢您 把自己愉快 把自己愉快 那好 我先送一个 我送你 好朋友 不要送 不要送 那你再见了啊 再见 再见 拜拜 周凯文 狐狸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连电话都不打一下 好 你太忙了嘛 你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呢 老同学客气什么 再忙也要为你接风啊 大家都那么忙 接风就算了吧 这样子吧 改天 我请老同学一起吃顿饭 一起聚聚吧 那是一定要的啊 汪琴 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周凯文回来也不跟我们说一下 这也是啊 你们的交情 不同于一般人啊 也还是跟以前一样 口齿伶俐的 你这次回国干吗 是探亲还是访友 工作了 是帮美国公司打工 都这把年纪了 还在帮别人打工啊 来 名片 首席 周大老板 你呀 可真谦虚啊 没有了 混口饭吃 凯文 我有事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走 干吗呢 老同学这么久没见了 两门两句就要走 怎么 你怕我抢你风采啊 你有尹建平一个人还不够吗 还有脚踩几只船呢 我还没说它 你就先提起来 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比我高尚吗 前脚离开尹建平 后脚就喷个高富帅 你呀 比我厉害多了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在说什么 好了 你们之前 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怎么会这样的 汪琴没告诉你啊 这也难怪了 被自己老公给甩了 不是件什么光彩的事 狐狸 怎么样 汪琴 你再怎么装清纯 都改变不了 你给老公戴绿帽子的事实 汪琴 放心 我不会打他 是个脏了我自己的手 汪琴 对不起 让你看笑话 你跟狐狸是怎么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鬼两人挺好的 如果你想得到 有关狐狸的任何信息 抱歉 只能让你失望了 没事 我不笨了 走吧 开门 舅舅 舅舅 我都有好几年 没见到你了 看起来还可以 我还行 舅舅你还好吗 好啊 好啊 你都出去好几年了 该回来看看呢 我们国内现在 变化很大呢 是啊 终于回来了 我也听说了 国内变化很大 舅舅不好意思 接个点背负 喂 开门 下飞机了吧 我给你进了 皇家饭店的总统探房 他们会在接机口等你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住就一家 我担心你住过习惯 再说你是公司代表 我当然要考虑周全了 对了 你的办公室我也安排好了 只要你去签个字 就可以进去办公了 没关系 办公室我会根据需要再定 有什么需要 我会打电话给你 不需要你操心 好吧 那你就看着办吧 等我有空飞过去看你哦 好啊 你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吧 我去接你 好 再见 刚下飞机就追过来了 应该是女朋友 哪里 是老板的女儿 一个比女朋友还麻烦的女儿 走 走吧 我赶紧回家住别书 来 终于到我们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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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开心啊 妈妈看看你们怎么开心 到底是伸着手还是 凯文儿 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跟她见面啊 我还没准备好 再说吧 不就是见个面吗 还准备什么呀 我不告而别 王晴一定不会原谅我 我现在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我没想好 第一句话应该说些什么 你就跟她说 你一直在爱着她 我哪有这个胆子 除了你借给我一个 谢谢 刚才那照片再看一下 嗯 哎 这不是李先生吗 哇 好嘞 旁边这个男的真够高的呀 应该是个高腹帅吧 嗯 这高度是有了 穿的也不错 这帅不帅就不知道了 咱这照片留着吗 留着 回头叫李先生介绍你们认识 说不定你们会有下文呢 好嘞 瞧把你乐的 哎 王姐 你在干什么呀 稿子呀 我总说 免费给我们登板面 哎 真是没白在她那儿干一场 哎 我怎么觉得 她总是期待你回去上班啊 再说吧 明天先把稿子和照片发给她 你еру得出生啊 快onne 你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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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swift了 你脅子 你脅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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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 太突然了 你的离开和你的出现 总是那么地离奇 再见 再见 周凯文 周凯文 你真的是周凯文吗 是我 我是周凯文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回来了 我为了你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杜兴 我去找朋友 谈餐厅开张的事情 你记得把这些照片 帮我转交给李先生 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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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刚才想事情 想出了神 找我什么事啊 本来我是要出去一下的 算了算了 我改个时间吧 你这样我也不放心 我没什么的 你有正事就赶快去忙吧 你真的没事 没事 对了 这个呢 是餐厅当天开张 广告配发的图片 你记得帮我转交给李先生 那行吧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一定给我打电话 拜拜 拜拜 嗯 那是 我先搬 坑 耶稣 见词 还有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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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了 我可以告辞了吗 黄晴 听我解释好吗 对啊 你应该欠我一个解释的 当年你说走就走 瞬间的消失 今天你又突然从天而降 你要做什么 你在捉弄我吗 凯文 你就把那个憋在心里的话 就说出来吧 你赶紧说呀 焦焦 别再说了 你跟他叫什么 舅舅 你们 你们是亲戚 您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你听我说啊 这些年 凯文虽然人在美国 但是他一直都关注着你 时时关心你 默默地为你祈祷 自从你离开了杂志社以后 他就让我打听你的下落 后来你们开了田田小馆 生意不太好 我问你需不需要我帮忙 这些可都是凯文的意思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既然你当年选择离开我 我今天就不需要你的同情 不 这不是同情 我只是想为过去所做的事情 做一些些弥补 弥补 你要弥补我什么 这就是你给我的弥补吗 你分明是在扰乱我的生活 但是周凯文 一次 足够了 凯文 你为什么说 你当初你是为了 舅舅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请 过去的事情 我对不起你 这是你给我的解释吗 对 这应该就是你给我的解释了 这么多年 我在心里想的千百回的 也只有这一句 不是 我一定会找个适当的时机 跟你说所有的一切 但是绝对不会是现在 王晴 你又不要再逼凯文了 我相信以后你一定会知道 真正的原因的 不必了 对于我来讲 已经无所谓了 нов着 闪κ 你何必quarry 你是帮你 干什么 不想到 weather 谁 engineering 就是办事 或者是最大的 怎么办 真实在你看 一切你 你跟我说 那餐厅是你投资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的钱 都投到有机能场去了 可是凯文她一直惦记着你 她无怨无悔地把钱 都投在了你的身上 就是将来 你赔光了所有的一切 她都不会怪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难道你忘了吗 这是我们俩 澄清共同的梦想 你在帮我圆磨 不是吗 爱的难舍又难合 很相爱的光影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为何一个转身 就能变成了我 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 约你现在过来 既然那餐厅是你投的 那你就是老板 不 我只是投资而已 我只是员工 我会跟大家说清楚 请放心 好亲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阿姨已经不在了 我必须这样 他这个人可真够倔的 你不可以 你不应该说 再整个人 他一道 好 那首次 你不能给你 他不应该说 你不应该说 你不应该重新的 手术 我hus在你 你不应该说 我能够 你不应该说 我之后 我该尽力帮了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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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酒肉朋友没钱没工作的时候连鬼影都没有 真是现实的够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周总光临视察 别这样嘛 感觉很生分的样子 请安好吗 嗯 这边请吧 王晴 看到你跟凯文重新和好 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没有需要原谅他 这次先生 真的很高兴这次能够跟您合作 那凯文是我的好朋友 他只要开口 绝对没有问题 那我回去就把合同给你发过去 好的 谢谢您 喝得愉快 喝得愉快 那好 我想送回国 我送你 老朋友 不要送 不要送 那你再见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周凯文 狐狸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连电话都不打一下 你太忙了嘛 你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呢 老同学客气什么 再忙也要为你接风啊 大家都那么忙 接风就算了吧 这样子吧 改天 我请老同学一起吃顿饭 一起聚聚吧 那是一定要的啊 汪琴 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周凯文回来也不跟我们说一下 这也是啊 你们的交情不同于一般人啊 也还是跟以前一样 口齿伶俐的 你这次回国干嘛 是探亲还是访友 工作了 是帮美国公司打工 都这把年纪了 还在帮别人打工啊 来 名片 首席 周大老板 你呀 可真谦虚啊 没有了 混口饭吃 凯文 我有事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走 干嘛呢 老同学这么久没见了 两门两句就要走 怎么 你怕我抢你风采啊 你有尹建平一个人还不够吗 还有脚踩几只船呢 我还没说他 你就先提起来 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比我高尚吗 前脚离开尹建平 后脚就攀个高富帅 你呀 比我厉害多了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再说什么 好了 你们之前 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怎么会这样的 汪琴没告诉你啊 这也难怪了 被自己老公给甩了 不是件什么光彩的事 狐狸 怎么样 汪琴 你再怎么装清纯 都改变不了 你给老公戴绿帽子的事实 汪琴 放心 我不会打他 死我了 葫芦 这都会被说的 累脏了我自己的手 来 singular recommendation 所担忍 快小中国 对不起 让你看笑话 你跟狐狸是怎么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鬼两人挺好的 如果你想得到 有关狐狸的任何信息 抱歉 只能让你失望了 没事 我不问他 走吧 回来了 老公 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 不猜 你听我说 你猜一下嘛 你说我听就见 一只糊一只糊地 两个人接下来 你干吗 你干吗这种态度啊 你安心地听我说完 你就会知道 汪晴是怎么样的人了 你什么意思啊 有兴趣了吧 我今天啊 遇到周凯文了 而且 是跟汪晴在一块儿啊 你现在就知道 你的前妻 是什么样的货色了吧 难怪汪晴会拒绝我 不让我把逗逗带回家 周凯文看起来混得还不错 而且好像已经跟汪晴 旧情复燃了 不对 就这个情况看来 汪晴之所以会这么爽快地 跟你离婚 一定是他跟周凯文 一直没有断过联系 说不定啊 行了 你有完没完呀 你对我这么凶干吗 怎么了 说到你痛处 你不高兴了 用不去给我 我不给 给我 我不给 给我 我不给 你给不给 你有本事 朝我动上打 打 吵吵吵 又吵人呢你们 都怪贱平了 汪晴跟他前脸有附和 他不高兴拿我出气 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 住在我家 就要守我家的规矩 我们老两口 受不了你们那么吵闹 再这样吵闹下去 明天都给我搬出去 吵 再吵住的地方都没了 谁稀罕你住这儿啊 早就上班子 周总 汪姐的家就这么散了 原来是呀 我就说那个狐狸 他就是个狐狸精 尹建平跟汪清 还没有离婚呢 他们俩就好上了 汪姐一点都不知道 那现在 逗逗不是汪清的孩子 汪姐的孩子又会是谁的 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没有 不过汪姐拿逗逗 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她也找过几次自己的孩子 结果呢 这世界这么大 那就是大海捞针啊 也许 没有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相信一定会糟断的 话是这么说 但怎么可能那么好找呢 汪姐她就是太善良了 命运对她实在是不公啊 狐狸 mechanisms 我时间才自然 되外衍 时间追階 管闭 glute 階段 useless 就好了 你 meg蛋了 再注意 那你让我先拆整 你温 señ的话 别人 在乱这样 你啊 ая 山 像 我 然后 我们 还 私陆 吗 就答应和尹建平离婚了 凯文 凯文 这想什么呢 教你都没听见 我要把汪秦总盈站起来 什么 我亏欠他太多了 如果我走的时候 把话说清楚的话 或许他的命运 跟现在完全不同 可是当初 你怎么会想到 会有今天这个日子 凯文 你想好了就去坐吧 谢谢 看在你是 汪姐前途的份上 招待你一杯水 给我来杯咖啡吧 咖啡是要收费的 多少钱 一杯一碗 这日本人开的 美国人开的 收美元 那行 先借我账上 反正我跟你们老板很熟 跑不了 收账的生意不做啊 请吧请吧 今天见不到汪秦 我是不会走的 哎哎哎哎 你这个陈世梅 你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我都想不明白了 你怎么还有脸来纠缠人 汪秦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哦 我明白了 在家里受气了是不是 哎呦尹先生 你现在知道了吧 家里那个小妖精 不好惹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我还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惯你 美方精好好的 你老来干什么呀 外厅是吧 外厅你可以走 我们不欢迎你 今天没有人请你来 是你自己非要来的 我还跟你说 不光我不喜欢你 我们周老板也不会喜欢 周老板 周先生 谢谢小家 周凯文 好久不见 原来是你 你是这里的老板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我也没想到 我知道了 原来汪秦跟我离婚之后 跟你在一起 你多虑了 汪秦真是够傻的 居然还能原谅你 他真想害我的伤疤忘了疼 你再侮辱汪秦的话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说的是事实 逗逗呢 我要带他走 逗逗呢 你别想 汪秦不会同意的 他能不同意吗 他现在有了你还能不同意 是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们结婚了吗 少在这儿给我装什么情圣 当初要不是你甩了他 我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 拯救龙汪秦 你能有今天吗 我警告你 你不准再侮辱他 你早干什么去了 临阵逃脱 我不像个男人 你自己知道 你对汪秦做了些什么 好 看我老师 我做得再差也比你强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在干什么 打架吗 汪秦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跟这个 傅秦晓在一起 我没意见 但是 在法律上我是逗逗的爸爸 这孩子我要定了 说吧 为什么要打架 我只是气不顾 他说了什么让你气不顾 他说了什么 你听着 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是问心无愧的 所以希望你 也不要往心里去 你不要再为他开吐 你们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心疼你 心疼我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 当年你就不会不辞而比 那我现在也就不会这么痛苦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孟静我对不起你 我一定会好好地补偿 你 没想起我 用什么补偿 钱吗 我不需要 你知道吗 当年的我 比现在痛苦过千倍万倍 你有想象过吗 对不起 这一句对不起 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抹去吗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真实的解释 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 可是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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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好意思 来晚了 穿那么漂亮 准备去哪里啊 我听说这边有一个家 非常非常特别的夜店 明天是周末不上班 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看 夜店 夜店不太适合你吧 我就是想去看看嘛 我来中国都这么久了 哪里都没有去过 我现在就快要闷死了 你是不是应该 记得地主之一 陪我去玩玩呢 好的 走吧 妈妈 你为什么这样想去不要我 你不是我妈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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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喝太多了 来 先坐一下 那你早点休息吧 那我先回去了 好吗 凯文 我今天很开心 你能陪我说说话吗 别闹了 你喝多了 不是 我爱你 很久 很久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爱我 我不想再等了 我们结婚吧 艾米 你听我说 我一直以来 把你当作我最好的妹妹 所以 我不要当妹妹 我要当你老婆 当情人隐形 就是不当妹妹 不可能 感情的事情 是不可以强求的 你今天喝太多了 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 随时打我电话 再见 你走啊 我不需要你陪 你 可是 不是真的喜欢你 开文 你好 坐啊 好 这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间餐厅 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对地特意定下它 当作我的生日礼物 所以今天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哇 月阳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当然 是 然后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不该发生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 就不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为什么 来 这是我们的餐单 你看一下吧 听说 贵餐厅菜色一流 我可以认识认识你们老板吗 当然可以了 那你稍坐一下 我现在就去请 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 王姐 里面有顾客点名要见你 什么人啊 看他那个架势 好像是美食建赏家 哎 王姐 这种人你还是要小心应付 我们可得罪不起这种人啊 没那么严重 我去看看 嗯 你好 我是王晴 请坐 不好意思 耽误你一点时间 这是我的名片 原来是爱美集团的总裁 哪里 你叫我爱美好了 你叫我爱美好了 这样轻松一点 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的来意 凯文的老板就是我爹地 我记得凯文刚到美国的时候 一无所有 默默无闻 可凯文现在却是爱美集团 大中华区的总裁 可见我爹地为了栽培他 也花费了不少薪血 你跟凯文之前的事情我都知道 可你知道吗 如果凯文当初跟你结婚 他就不会拥有 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些 权力 地位和财富 他当初之所以不辞而别 也是怕你耽误他 我说的这些 您不知道吗 你喂 我说得这么直接 您心里一定接受不了 可是 同样作为女人 我必须 必须要跟你讲解 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任何甜言蜜语 他们的雄性激素 已经决定他们在 爱情和事业的天明上 永远倾向于后者 当初这样 以后也会这样 我明白 好的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水瓶 我们能知道 你本就知道 你是四伯母的 谁这么管 可不是 要吃饭了 你这个 他要吃饭了 是 你这个 他要吃饭了 你这个 萝卜 送你来 你这个 你这个 那你们聊吧 你回来了 想我吗 你猜我把你带什么礼物回来的 什么呀 当我看到这家项链的时候 我就想你戴上一定会很美 喜欢吗 好 我有点累了 你先回去吧 那好 那你先收着吧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真的是有点累了 你回去吧 周总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王姐 电话一直响着怎么不接呀 我不想接 可是周总打来的 就因为是他打来的 所以我不想接 王姐 为什么呀 是不是白天那女人跟你说了什么 不然你不会这么反常的 现在连周总的电话都不接了 是 艾米跟我说了 可是我觉得 她说的没有错 凯文当年要是留下来 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她爱凯文 而且年轻 漂亮 我没有办法跟她比 就算当年周总为了事业离开了你 可是人家最后还是回到你身边了 而且 人家一直都没有忘了你 还那么关心你 怎么说你也不应该不接人家电话吧 没准人家就是为了你才出去奋斗的 你不能辜负她呀 可是她对我越好 我就越不安心 这份爱 太沉重了 我觉得 我应该跟她保持一段距离才对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这样周总难过 你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我看这个女人就是自以为是 周总肯定不会喜欢她的 不行 我要跟周总说艾米找过你 天妮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不要管 艾米说的话 并不是没有道理 她能给凯文的 我都给不了你 王姐 你别傻了 为什么每次遇到事情 你都为别人着想 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呢 凯文是爱着你的 你是有感觉的 那是真实的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爱情去争取 去坚持呢 我不能让她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这样做 对她应该会好一点吧 可是汪姐 你这样也太委屈自己了 你们明明是相爱的 爱不一定要拥有 给对方幸福 才是真的 那你就应该爱她 亲自给她这份幸福啊 周总 早上好 早上好 先等我一下 我去换点衣服 等一下 我们先送多多去上幼儿园 好 总裁 周总让我送汪情的女儿去幼儿园 总裁有何指示 妈妈 我们可以见到小智了吧 我好想她 嗯 妈妈也很想她 那我们可以把她接回家住啊 小智现在在她自己家啊 那不是我爷爷奶奶家吗 到时间了 我们得走了 嗯 都都 叔叔送你去幼儿园好吗 不用了 还是我开车送她吧 汪晴 怎么了 放手 当着孩子面别这样 怎么了 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你骗人 自从我出差回来之后 你整个人都变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们还是保持一段距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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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这么晚才回来 是啊 现在是说过的季节嘛 比较忙 还没睡啊 睡不着 那么 忙情还是不理你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那 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吗 我连跟他说话都说不着 怎么问他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样子 不 竹叶是瞎猜的 是不是因为小致的原因 王清想跟他潜伏复合啊 不可能吧 我跟王清有承诺 一定是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如果是有什么误会的话 你们俩说清楚不结了吗 他干吗还躲着你 我说你 开门啊 舅舅还是那句老话 墙摘的果子不甜 墙药的婚姻不圆啊 感情这事 还是头缘吧 想开店 好啊 你也会说 你自己还是要带我的 你啊 我还不知道 他怎么会说 他还好 他说我 他要不放 你 都都 你还把他说 他又是 刚刚搞的 你是是 工作人员的 他是工夫一样的 他说的 爸爸跟你們一起去玩風箏的 是啊 我爸爸和媽媽和好嘍 我可以第二次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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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风筝谁帮你买的呀 爸爸给我买的 爸爸帮你买的 是 今天我爸爸还有妈妈 带我和小智去玩风筝了 可好玩了 爸爸跟你们一起去玩风筝 是啊 我爸爸和妈妈 和我小智去玩风筝了 和好喽 凯文 怎么了 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想请你点假 那要不要 叫一菲说你去医院呢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好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 好 够好啊 坚皮 昨天的事 被狐狸发现了 然后呢 还能怎么样 他这个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那小智呢 他有事吗 他很好 你放心吧 那好吧 那我先挂了 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我要跟爸爸电话 电话已经挂了 先去上课吧 好吗 好 好 好 奶奶再见 谢谢总裁 一般是能力不错 再继续 我亏待不了你 放心 我一定加油 对了总裁 明天要接周总来上班吗 不用了 让他多休息一下吧 听说后面那家餐厅 咖喱牛肉饭不错哦 那好啊 就去那家吃呗 好的 狐狐狸 小燕 你先过去 我一会儿过来啊 好的 怎么了 你装什么傻 我找你为了什么 你会不知道 贝贝 好歹 好歹我们做了同学这么久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跟汪秦连成一气 来碰碍我跟健平的婚姻 你说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我看你怎么狡辩 这是不是你诚心让人拿给我的 你是不是想破坏我跟健平的生活 你说 你为什么帮着汪秦对付我 你说啊 这照片谁拍的 你还在装 这不是你帮小致 帮你们写生比赛 这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 不是这样的 照片我不知道啊 你健平都承认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承认是他的事 但是我发现 好了我不想听 你们所有的人想把我回力赶走 我告诉你 没这么容易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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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照片到底是谁拍的呀 还发给狐狸 怎么会有人知道 汪秦和小致见面呢 我有个主意 你要不要听一下 什么主意啊 这主意不一定行啊 你听我说吧 贝贝 贝 你居然不接我电话 黄晴 你还要继续躲着我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你决定 跟你健平复合的话 我二话不说 立刻退出 你本来也不应该把感情放在我身上 我只会拖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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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我 McK Ну 你osa 跟我在一起 你不会有前途的 你在说什么 我的前途和我的爱情 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琴 那一百八十所大转弯 让我无法适从 你不会是 reflected 你再报复我 当初离开吧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 我们之间 一定有什么误会 告诉我好吗 我只能告诉你 我跟尹建平接触 只是为了让小智 能尽快地接受他 尹建平能做到的 我同样能做到 你不要一时冲动 你会后悔的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想得清清楚楚的 我有能力给你跟孩子 一个温暖的家 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开卫 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呢 我不想再失去你 我跟小智很同样 我相信我能做一个好爸妈 我相信我能做一个好爸妈 我也会把豆豆当作 自己的小孩 为了你们 我愿意离开 留在中国 让我们在一起好吗 开玩 请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想能够